各位新來的一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彪股天地 我是陳津 今天來到了4月21號 禮拜一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個大盤的一個行情 可能對於某些人來說的話 會覺得很沉悶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量就再度說下來了 今天大盤是小跌15點坐收 而成交量呢 則是創了最近三個多月以來的新力量 那麼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是說 有量才有行情 無量便無行情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觀念是大錯特錯 為什麼 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行情來到了9000點了 在後面的一個行情 它到底能夠有多大的一個 上漲的一個空間 到底後面的一個行情 它會向前走 還是向後走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行情還是會繼續向前走 為什麼會繼續向前走 短線的行情 它盤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各位你要知道 短線的一個行情 它盤的目的就是看個股 盤是為了什麼 為了洗盤 為了什麼 等待時機 這個我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說過了 你要知道 整理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整理的目的只有兩種 第一個 就是修正均線的觀禮 第一種 就是空間的一個調整修正 第二種叫做時間坡的一個調整修正 那麼空間的一個調整的一個修正 這種情況 就跟我們在2月5號 新春開放盤 當時候的一個狀態一樣 各位你看 當時2月5號 大盤從8668 然後新春過完年回來 哇 跳水 200多點 甚至盤中一度 大跌到8230點 哇 這個時候大家市場上好恐慌 大家都在找原因 台股市值要跌了 台股市值要崩了 但是你看 那時候我告訴大家 根據左圓右圈的理論 因為台股少一隻腳嘛 當時候一定要打下來 再打一隻腳嘛 所以當時候2月5號 當來到8230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在做什麼 但是我們在做 帶我們的一個會員朋友 在減黃金 在減鑽石 在全力大掃貨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天上掉下來的一個大禮物啊 我們一定要趕緊伸出手去撿嘛 所以你看當時候2月5號的時候 當時候這樣的一個下跌 好多人好擔心 好多人好害怕的一個時候 我們帶著我們全國所有的會員朋友 進場全力大掃貨 結果後來你可以看到 後來大盤子出 這樣一個拉上來 這一個叫做什麼 空間的一個修正嘛 拉上來來到2月21號的時候 來到全國這個時候 很多人就擔心了 來到全國是不是全國會不會是壓力啊 這個時候我就跟他說過了嘛 你都愛演講會場上 我就跟他說了 第一個接到目標看哪邊 8988正戶100點 而且4月底之前 一定會讓大家看到這樣的目標價 我相信市場上沒有老師 敢這樣展示節節告訴你啊 那有來參加演講的投資朋友 都可以幫老師做見證 為什麼當時我們會看到 這樣的一個目標價 原因很簡單 因爲什麼 3月7號的時候我也說過 再說過一次 你看6609 到當月最高來到8787啊 這個多久 28個月 那我問你啊 一個 時間波的一個大轉折 28個月 後面還有幾個月 還有6個月 6個月等於是還有半年 那你看 如果說你2月5號當天 你沒有跟上 然後大盤漲上來 就算來到了8700 8800 甚至到最近的9000點 那你後面你還有多少個機會 還有很大的好機會啊 這個機會你是不是要把握啊 各位 所以你後面你來看啊 後面的一個大盤 他來到哪邊 來到8787 這個是3月7號 來到8787 所以啊 如果說你能夠把握出 這樣的一個好機會啊 你可以看看啊 當時候啊 在2月5號的時候 當時候 新春看網板 很多人不曉得 很多人在擔心 好多人在害怕 那你看 當天老師送給大家花開戶櫃 大吉大利的一個金標股 第一檔掛頭牌是誰 一家 一家 第二檔是什麼 七伯 這個是我們帶會員朋友買的股票 你看 再來包含的劍頭薪 我先跟你講 我們帶會員朋友 所操作的一個股票 你看你人生如果說 你懂得把握這樣的一個好機會 這樣後面一波大漲上來 你的財務可以累積多少 你知道嗎 來我們來看看 軟板轉記之王的一家 你看 現在大漲來到哪邊 34塊 當時候在多少 18塊多啊 啊 大漲上來好多人都跟你講 但是什麼時候老師就掌握到了 我相信你很清楚嘛 你拿到這份資料你很開心嘛 就算 你沒有跟著我們的一個會員朋友 你頭部埋在丁點 但是後面你任何時間買 你都是怎樣 你都是賺錢的啊 而且是大賺特賺不是嗎 包含什麼 包含數位影音之王的一個希伯 也是一樣 當時候在多少 四四頭欸 就算你隔天 你去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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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關係 後面 九四頭 你通通都是大賺的嘛 包括現核心也是一樣嘛 各位你看 當時候 建核心 帶會員朋友去買 2月5號送給大家的禮物 2月21號演講會 3月8號 禮拜六 3月7號是禮拜五 3月8號禮拜六演講會 老師再次跟他做分享 第一個目標看五字頭 五字頭達到 第二個目標看六字頭 後面六字頭再達到 贏家就是要有心見之明的一個眼光啊 就算你建核心 你又錯過了 沒關係嘛 你看 老實說 標股很多 老師會幫你來跳 老師會幫你來學 結果你可以看到 2月17號 再度帶會員朋友買的一個什麼 例外 我說今天例外會很旺 結果這樣一標算多少 1.47倍 我們不要算1.47倍 你去投去為 你隨便賺一倍 100萬可以賺多少 100萬你資產就是200萬 200萬呢 還不止欸 後面還有好多股票 一檔賺環節一檔 一波賺環節一波 這樣不斷的一個累積上來 各位 你看看喔 包含著隱形冠軍股的一個什麼 F勇冠軍也是一樣 125 我們沒有買最低 沒關係 但是這個地方可不可以買 這個地方可不可以買 股價會說話嘛 股價會說話嘛 這樣一波又多少 將近45% F勇冠之後咧 緊接著什麼 置冠軍雄 置冠軍雄 同樣的情況 再固執一次 再來什麼 包含什麼 市區體財概念股的一個什麼 上拳 你也先針到了 有個演講會就送給大家了 智慧智光的一個這樣自發 大賺小賺都要賺 這個是 老是帶會員朋友的一個操作方式 甚至最近的連接 連接財務之門 我說我要帶你敲開財務的大門 你看 當初3月26號27塊3 帶會員朋友拿進 一波大漲上來 然後上禮拜五 掌停板 好多人開場邊好多人去追 我甚至我在節目上 中華財經節目上 我還告訴大家 不要再追 當天爆大量 爆那麼大量 大家都要衝進去的時候 我們帶我們會員朋友什麼 獲利放口袋 先怎麼樣 賣一半 很輕鬆 開心賺 恭喜大家 恭喜會員 獲利賣一半 讓大家能夠怎麼樣 歡喜賭週末 這個就是我們帶會員朋友的一個操作方式 所以我常說 今天在股票市場上你要什麼 行情要去定位清楚 趨勢你必須要認清 到底現階段要長什麼 要跌什麼 這些你都要知道 你知道你才不會像胡同昌宇一樣 不曉得後面到底要怎麼樣來操作 所以各位現階段的投資朋友 像現在大函 今天小雜數 小跌 小跌數五點 那到底後面會向前走還是向後走 我相信禮拜六你來 演講會長上 老師都跟大家講得很清楚了 時間波還沒有到 空間波後面會上到哪邊 目標叫我都幫你怎麼樣 規劃好了 所以各位現階段的投資朋友 這是過去歷史走勢 你可以看到 第一波空間波修正 第二波時間波 磨了兩個月 好多人好擔心 結果後面再噴出一大段 再來包括什麼 包括在民國2010年的一個時候 西月2010年也是一樣 這一段的一個上漲行情 一樣過高 好多人好擔心 結果看回不回清清漲 觀光難過觀光過 很多人在這邊又磨了兩個月 結果怎麼樣 又一波從8000多點 一路飆到哪邊 9220點 那麼現在的一個情況 也是一樣 情況一樣要怎麼選 很簡單嘛 盤面會說 有辦法今天軟板轉記錄 你看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我在上禮拜跟大家做分享過的一檔股票 為什麼看好這一檔股票 因為你看嘛 現在的一個這樣 第二季第三季是蘋果的一個新產品要出來 而且這次加大尺寸 包含台積電的一個話說 我也都告訴你 未來第二季的一個業績會好到爆 誰會最大受惠者 今天的一個什麼 F真理你見證到了嘛 F真理今天創新高了嘛 今天信息大漲嘛 PA供率放大氣 今天的一個紅捷科也大漲嘛 那你看我們挑選什麼 這檔股票 這檔是哪一檔 加零億嘛 我相信大家應該猜得出來嘛 結果你看 基本面我就不講了 結果你看這是週限 你看 今天持續大漲再重新高 從35塊三次頭 今天已經來到四次頭 這樣又超過一成以上的一個獲利 那麼像這樣股票還有沒有 當然還有啊 物聯網之保 我已經跟他講了好幾次了 物聯網之保 那基本面 我在這邊都寫得很清楚 然後包含什麼 包含的一個怎樣 這是週限 那包含的野百合之花 巴西氏族在越南的一個概念股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基本面我都寫得很清楚 也是獲利 第二季 第三季 跟去年到現在 獲利都是怎樣 一起放的一個好股票 而且 月限 所以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最後要跟他強調的就是 做事情 要有大方向的一個眼光 跟大氣大貨的一個果斷力 格局有多大 財戶就會有多少 如果說 你不曉得怎麼樣來挑好股 你有興趣跟著我們一起來撞標股 標誤獲利的投資朋友 沒有關係 你把這個電話把它撥通 把廣告電話把它撥通 老師非常樂意來幫助大家 最後祝大家操盤順利 我們禮拜三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 喜歡 這個 heeft 我就知道 你會知道 這些電話 發生 你給我 你會 你會 你會